財資大道 林潔營 何文傑 繼續回來財資大道 雖然疫情有些反彈 每天都差不多有近萬宗的學診個案 但都逐步逐步走復常之路 基本上下半年很多大型活動都已經復辦 或如常舉辦 當然在防疫措施的前提之下 這個活動一年一度大家都期待 由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主辦的第五十六屆工展會 即將會在星期五至於明年一月一日舉行 一年二十四日在銅鑼灣維多利亞公園舉行 都見到維園那邊現在都陸續續在準備當中 如果你經過就會見到一些大型的展覽正在做 基本上星期五就開幕 雲集究竟今年有多少商戶 特別是預期的消情是怎樣 以及在疫情之下怎樣去防疫 我們請來這位嘉賓 廠商會會長史立特使會長跟我們談談 早安 小會長 早安 小會長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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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安,早安 早安戰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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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獲獎的設計師就是用我們香港的紅白藍袋的顏色 香港的情懷 設計大會的一個排流設計比賽 我覺得都可以很美 香港人磨得夠硬力強 好像紅白藍袋磨也不難 可以送貨 小會長 大家都關注今年公子會的規模 因為我們說疫後復償 其實回到疫情前的水平沒有呢 那個營餵的時候都蠻踴躍的 今年營餵都OK的 都達到差不多培目正常的水平 事實上一個營餵都難求的 可能我們公子會的歷史比較悠久 亦都給到那些參展商有些信心 所以都很踴躍 早就已經爆滿了 今年有多少個參展商 今年的參展商都有 我忘記了我記得有800多個 都差不多超過860個戶外攤位 都差不多超過860個戶外攤位 其實你看回 他們對於今年的營餵 情況方面 如何預測呢 我記得去年 都有10億元的銷售額 今年有沒有機會 有沒有定下一個目標去打破呢 都向著這個目標走 希望可以達到10億更加 希望可以超過這個10億 事實上有24天的超程 在一個展期 而且那個在1月份很快就是農曆新年 農曆新年比較早 很多市民過去的習慣 都是希望在一個展期的時候 來掃貨買一些年貨或者一些餅式 即是農曆年貨的 一般是的 是的 是的 而且我們今年都加入了一些特別的元素 我們香港的工業 除了食品的工業 我們都有其他很多出名的工業 我們加上一些玩具工業的元素下去 無求一家大小進來場 都可以有玩有得吃 有得買 就是這樣 嗯 這個真是挺好玩 現在你說的 估計入場人次有100萬 是不是會創到疫情以來 新高甚至乎回到疫情前 多少成度呢 預計 當我們的目標 亦都是向著這個目標走 但都要視乎天氣的環境 因為湖內的展覽都要亡天打掛 不過呢 我們都有信心 希望可以 這個是用來管銷的 一個內部的實體的展覽 都比較大型的 過去都是 我們工展會比較長 比較上是 湖內的比較多些 嗯 比較大型的一個展覽 來的了 其實看回現在 在疫情有反彈的情況之下 防疫的安排又是怎樣呢 特別是 工展會在疫情之前 其實都有很多不同的事實環節 那麼今年呢 是否都因為疫情的關係 仍然都禁止呢 是啊 很可惜 因為我們都跟政府爭取過 但是因為近日呢 大家知道那個疫情有些反彈 而且有些流感的襲擊 我們為了安全 我們都很理解 政府一方面的考慮 所以 都是暫時是沒得試吃的 雖然是這樣 過去我們也是有些實體的展覽 去年也是沒得試吃的 那麼在亞博館那個購物節 也都沒得試吃的 那麼我們雖然是 沒得試吃 但是我們也有信心呢 是 那個燒情 都不會因為沒得試吃 而是減弱的 是真的很懷念 疫情前 工展會 這個不是魚蛋 是捕鮑魚的 林潔 這個真是很特別的 現在可以 現在買回家購物 要買回家購物 沒有那個氣味 就是那個氣氛 那麼 除了沒得試吃之外 其他就其實都如常啦 大家就 安心出行 入到場了 那麼 是不是有些手機程式 更方便些 大家預先買票 是啊 那麼我們呢 如果要買票 可以在網上登記 來預約 那麼 大家也可以看 在Facebook 我們平時會 會上載一些實體牌制的情況 那麼大家可以檢查一下 那麼 買票的時候呢 也都在網上可以購買啦 如果是來到現場呢 我們都不用說是實體 大家有 可以拍這個 八達通來到入場 也可以的 那麼 小號仔 有些低過1米的呢 可以 就入這個 免費 也都65歲以上的 那些呢 也是免費的 哦 那些搶你的1米的產品 是否要早上11點前 排隊衝進去的 啊 你似乎想問一些攻略和策略 那些攻略是怎樣的啊 啊 會長 這個 很多市民都支持我們公展會的 因為 未開之前 只要在門外 排大隊 一開就衝進來的 嗯 就拿那些 比較上是 一元啊 或者是特別優惠的那些 那些 那些食物啊 嗯 那這個 是我們的特色啦 也是 增添了很多那些氣氛啦 那大家高高興興開心 過聖誕就過年啦 過隨值啦 那會長 剛才你也說了 今年呢 就是 廠商會成立88周年 其實呢 今年差不多到年底 其實呢 一些工作的重點上面呢 能不能夠符合回你們原先的預測 特別是呢 就是一些廠商 有沒有向你們反映回 目前他們逐步復償的那支路 其實又是怎樣呢 復償之路呢 看今次的消情呢 大家都有信心啦 雖然說 現在很多的市民外出 外出來講呢 但是他都 我們應該有二十幾天的展期 出門之前 你進來購買也好 回來又購買也好 我們在88周年裏面呢 一連串都會推出很多一些活動啦 例如今次的一個 就是我剛才說的 就加上一些玩具的元素下去呢 特別是為小孩子 那大家都知道啦 那創商會 那個工展會 比較歷史悠久啦 有很多集體的回憶啦 小時候都進來工展會玩的 那放一些玩具來講 大家一家大小的開始 趁著這個時候呢 來玩啊 也都是親家子活動啦 又購物啦 那是一個比較開心的一個 一個實體的展覽來的 來年方面你們那個部署是怎樣呢 來年呢 我們都會著重呢 是在這個 來著的大灣區那裏 因為如果是那個疫情呢 是通關的話呢 我們都可能 將工展會呢 就進去這個大灣區那裏展覽的 那麼 那麼 我們希望呢 將我們香港的品牌啦 那在國內來講呢 是可以展示給國內的 裡面的市民知道 我們香港的產品是怎樣啊 這樣 都打到外銷的市場啦 這樣是希望可以呢 是 就是帶領著我們香港的工業呢 是 是 更加是 發光發亮 再工業化 疫情節的 去過澳門都有做過工展會啊 疫情節的 澳門有啊 澳門也有啊 但是又很可惜 因為疫情呢 就趕不去做了 那現在當然希望呢 更不同呢 就是對外對內 都能夠通關啦 那麼近日呢 在講內地呢 優化緊一些的防疫的措施 就都重提回 大家在這裡呢 熱烈討論 究竟什麼時候有個路線圖啦 你們方面的期望是怎樣呢 哦 路線圖啊 希望看看可不可以的 如果疫情是冷卻的話 要慢慢換我的話呢 起碼沒有農曆新年之前 就有些特別的好消息啦 嗯 如果要太過耐的一個 通不了關呢 大家的心情啊 做差異的那個方面 都是比較上是 比較上是一個沒有那麼好的 現階段其實呢 正沒有路線圖的情況之下呢 你要了解港商一些 就是大灣區或者和內地方面的部署是怎樣呢 部署呢 我們因為進不去啦 但是我們都是幫忙 搞一些網銷的東西啦 在網上 都會有一個網上的線上線下 都會有網上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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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步的 真的要有網上線上 都會有網上線下 也會很願意去深圳、廣東、東莞發展 那看看廠商會 可不可以 在疫情上多些舉辦這些交流 亦談 最重要的快點 就是有些好消息 路線圖可以出來 令大家可以早上報處一下 今天呢 我們和廠商會會長史立得 先談到此 謝謝你 司會長 詞曲 李宗盛